欢迎各位观众 来到港台《看坛123》 今天有我李里、Lily 和红重任重哥 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你好 重哥 刚刚暑假过了 很多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还有过完奥运和残奥之后 很多小朋友都会叫爸爸妈妈 让他学习不同的运动 你小时候自己暑假时 又是做什么运动多呢 我以前家里的环境比较差 比较简单 行山最经济是不用钱的 是 但也很开心 其实行山可以多接触大自然的地方 我有想知道 其实重哥你是多少岁 开始懂得踩单车的呢 我记得应该是小学五年班 也大概有十岁左右 12岁左右 相对玩专业运动来说 相对比较迟 迟了一点 是迟了很多 我记得我懂得踩单车 好像大概是一年班 你小学一年班 小学一年班 你比我早 本来是踩四个车 后来哥哥不知怎样 硬逼我 就帮我拆走旁边的车 然后慢慢你试一试一试 很快就会踩到单车 刚刚说到专业运动员 很多时候就很小时开始发展 因为始终不同项目 其实需要有点不同 例如可能体操的运动 很多时候都真的要小时开始玩 很难说到12岁才开始接触体操 因为你的柔软度或技术 已经追不回那个水平了 因为说到这件事 我很开心看到香港有一位运动员 就是邝启燕 在全国的U14男子组里 拿了个个人传能的冠军 因为在香港来说 大家都知道 其实玩体操的运动员非常少 可能比较熟悉的 就是大家听到的 石伟雄和吴乔聪 但是你看到 现在这位14岁的小朋友 他是五岁半就开始学体操了 然后他也希望自己体操的发展好一点 特意回到湖南集困 这次也非常开心 看到他有这个好的成绩 我们先去社交圈再跟大家谈谈 丛哥我们刚刚也说到 体操这个运动 要很小时打好基础 还有比如我昨天跟琴聊天的时候 就是说起现在有很多运动员 就会去学校做一些讲座 其中是可以分享运动员的新努力 之外 其实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推广他们的主项目 能够令到 多些小朋友接触到 没错 因为我们现在想起 我们以前小时候 以前的资讯就没那么发达了 而且也没有人去学校推广任何运动 变成我们接触一些专项的运动 相对比起现在这个年代 真的迟了很多 也真的 因为未必有机会接触到 就好像说 比如说 女生在足球发展慢一点 因为以往可能学校 都很少会被机会女生踢球 但你看到现在可能有很多的 活动或者总会 都会引入去学校教 例如可能其实篮球有很多的计划 都会去中小学推广 讲起其实体操这件事 我小时候很喜欢在公园玩猫架 妈妈看我玩猫架 玩得很聪明 她就曾经问过一句话 你会不会有兴趣学体操 但当时我对体操没有概念 我不知道体操是什么 我就回答他说我没有兴趣 就是拒绝了 因为最主要你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我后来再大一点 去看奥运的比赛 看过电视机 我就发觉很好看很精彩 但当时我已经在说 中学太迟了 你不会是中学时才发展体操 现在讲起体育院 就是一个明日之星的计划 其实是推动得非常成功的 其实他们很小 意思是去到很小的学校 读小学那些 而且他们去推广体操运动 基本上是带了全部的工具 你不用买装备 总之他给你所有的机会 有机会去尝试和接触到 正如你所说 其实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现在很多专项的体育运动 好像剑击 你也有很多配备要有才能玩得到 是 直接带了剑击的装备 然后把手机和头盔 和直接带到学校 让小朋友可以接触 这方面我觉得 对于推动的运动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很幸福 小朋友有机会在小时候 尝试到不同的运动 才能找到自己的兴趣 或者财能在哪里 还有现在的科技比较发达 虽然说我们有很大的单车 其实也不用担心 现在有些单车 配合一些电子科技 是可以让小朋友坐上去踩 就好像去了踩环法单车大赛 很有趣的 我有听过 好像一些模拟器 其实只是在原地踩 是的 这个也挺有趣 而且可能香港始终空间不是很多 就算像崇哥 你以前练习单车 其实也很危险 你用在公路上练习 但对于小朋友来说 家长可能就多一个选择 觉得他们安全一点去练习 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可以让他们 可以接触到一些新的市民 让他们知道这是什么 没错 透过这个模拟的环境 都知道原来单车比赛 就是这样 而且赛道 原来他们也有机会尝试到 我们说完一些陆上的运动 其实来到香港 亦都会搞一个大型的水上的赛事 就是亚洲的龙洲錦标赛 这个赛事其实是两年一次 至1996年 香港首次成为东道主之后 今次回归之后 再回来香港搞这个比赛 我觉得香港搞龙洲的一些国际赛事 非常之有经验 还有亦有卖点 最大的卖点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维港 没错 国际赛上年就是在维港搞 我当时也有工作在现场 气氛是很热闹 因为大家说起龙洲 会觉得通常都是亚洲人玩 但其实现在龙洲这个运动 已经推广到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的运动人参与 这个绝对是可以推动香港的经济 还有国际形象 是的 因为说起我很多年前就参与过 龙洲比赛 不是 他也是做一些义工的 就是在尖东的海旁 原来在世界各地 很多游客专程来香港 就是为了看维多利亚 就是为了看维多利亚 来看国际赛事 那参加的人数又多 有几百艇 可以带动到经济 亦可以更加认识香港的维港 是 今次第十五届的亚洲龙洲錦标赛 就会在十月十一日至十三日 不过今次就不在维多利亚举行 就会在观塘海滨举行 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原来观塘海滨 是有水上活动可以玩 甚至可以举行亚洲级赛事 实际上观塘海滨的环境 绝对可以推动很多体育运动 再加上迟一点又有体育圆落成 我相信在那里 未来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 搞比赛的地方 没错 这次其实也吸引了十三个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运动员来参赛 大概有八百名的运动员 其实观塘这个地区 都有一个优势 就是因为它很近距离 市民其实是可以很近距离 观赏到赛事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会介绍观塘的一些地区的文化 一些历史 在那些天桥底里 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这些特色东西 我也有去过 当日也会有些免费的摊位 和游戏给市民去参与 大家都不妨去看看比赛了 我们现在先去全民运动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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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到全民运动Go Go Go 我是主持人Lulul 在我身边继续有Candy Sir 虽然你之前教了我很多 去练一个臀部的动作 但是我觉得我的臀部线 都不太紧直 怎样好呢 今天想你两招 一个就是伸展 因为我们练习一定是动过 宽关节 所以我们先松了宽关节 然后再锻炼它 好啊 那就做这个宽关节的旋转 好 这个动作难不难 绝对不难 家里有一张帽子 或者地上不是太硬 你坐下去舒服就可以了 首先把手放在后面 然后挺胸 收腹 对了 把头收到后面 不要归颈 把头凸出来 把头放在后面 看一点向上 用力挺胸夾住背脚 能否感受到背脚夾住 感受到 感受到了 好 接着脚抹闊 比肩膀 踢起一点脚趾 像脚肘碰地 然后慢慢把两个膝膏 放在左边 全贴在地上 两个膝膏都要贴在地上 对了 尽量挺胸 看上去上面 保持呼吸 每一次都持续两三秒 就可以转到另一边 膝膏都要贴在地上 对了 保持呼吸 这个动作除了练到宽关节之外 我感受到我背脚好像也在拉 对啊 我们的背脚会用力夹住 另外我们的前肩膀也会有少少少拉扯 好了 继续 放过来 对了 你会感觉到人慢慢向前移 对啊 对了 你越移到前肩膀就会越拉扯 哦 甚至乎腰部也会有的 尽量脚保持90度和90度角 你看那只 这样 对了 所以摆开你的左脚 对了 你回来的时候 用脚跟来做支点 转回来 贴在地上就可以了 Kennie Sir 我们伸展完 现在是否可以训练我们的臀部呢 是的 我们开始做我们的心臀横移 最主要练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臀部 好 我看到蜜桃团 现在要配上蜜桃的弹力带 蜜桃带 好 那我先做 好 首先把脚穿到左力带 带到膝蓋上面 少少 然后脚伸 肩膀那么阔 大概 或者扎一点都可以 脚趾外脖 轻微外脖 然后扭后来的臀部 摘多一点你的宽关节 将它上身倾前 又是 记住保持我们的颈是垂直的 我不想脚太累了 将重心放到后面多一点 踩住多一点的脚趾 然后叉住你的腰 或者你可以碰住你的臀部 臀部的部分 会感受多一点 然后推开你的膝蓋 夹回来 推开你的膝蓋 夹回来 我们会先做十下 一 二 三 压开手指 四 五 六 七 我们不要放松 脚筋带 保持持续持续持续 然后我们会打横移 打横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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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一只鞋 对 没错 就像深蹶横移 好像蟹部 我们好像一只鞋 打横移 好 折阻力带 放在膝蓋上面 对 对 脚就站大概肩膀 四十度 对 对 外八 没错 然后微微坐下 你的人曲室 将膝蓋扭到后面 对 再退后一点 摺多一点你的宽关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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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又不用夹住 你感觉到有个位置 可以摺到你的手指 对 好 然后推开你的膝蓋 只是膝蓋 压开你的膝蓋 对 很多人像你这样 推开膝蓋的时候 连脚掌都会推开 我们脚掌扭开 对 我们不要变 好 角度不要变 只是推开膝蓋 好了 腿掌扭 对 对 你的手呢 如果能否感觉到你的腿掌 我感受到 感受到 没有大的感觉 对 我也要震 好 不关于脚事 千万不要用大腿推 我们要用腿掌扭 好了 然后把膝蓋打开 夹起来 再打开 再夹起来 对 我们重复做12下就可以了 3 4 如果家里没有阻力带的朋友 那会怎样呢 那买阻力带 好 就是一定要用阻力带做的 这个动作 练团最好就是用阻力带 好 那不如试一下我们打横耳 好 如何走呢 先推开我们脚掌扭 做刚才的动作 不要动 将膝蓋向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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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現在這樣 所以我們要把褲子往後面 你以為褲子往後面就對了 教練,怎樣才可以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阻力帶? 阻力帶有緊和鬆 最重要是自己試過 彈力是可以推開的 其實就適合你 觀眾朋友,如果家裡沒有阻力打的話 就記得去買一條 今集謝謝Kent 聶Sir 我們下集再見,再見 來到Sport多面談 崇哥,我知道你踩單車很厲害 但今天有兩位嘉賓 高手 他踩單車未必夠你這麼快 但他們加上球就很厲害了 因為這兩位就是 中國香港單車球運動員陳嘉健和何永泰 Hello,兩位你們好 你好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都很想知道 什麼叫做單車球 不如跟我們介紹一下什麼是單車球運動 單車球簡單來說 就是你平時踢球 就是用腳去踢 單車球就是用單車輪去踢球 玩法其實跟足球一樣 大家射籠 最後就是看誰得分多 另外一個最大的分別就是 我們單車球 一隊只有兩個運動員 那就很不同足球 你整個十幾個運動員 就方便 以你解答我的問題 我剛剛想問你 一隊是否只有十一個人 但一隊只有兩個人 即是你進攻防守和守 都只有兩個人 是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完所有角色 是的 不過我們中間就是我們自己會有分 即是誰可能是保守 誰出去搶球 是的 那你們的場地其實是多大呢 那場地就是11米乘14米 如果簡單一點去看 大概是半個籃球場 那不是很大一段 所以在一般的室路運動場 我們都可以玩到的 通常你們一場比賽的時間是上半場 多少分鐘 即是上半場就是七分鐘 下半場都是七分鐘 那中間大概休息分半至兩分鐘 是的 是的 以我了解 即是單車球在香港的發展 都有分上的歷史 是的 如果我們上一代 剛剛引入來香港 那時是80年代 他們80年代 他們80年代已經開始參加世界賽 各方面 一直到之前 較多人認識的時候 就是09年東亞運 然後到現在 是的 其實單車球這個運動 首先你要懂得踩單車 不單止懂得踩單車 因為我看到 其實 因為你說你們要做防守 以及拿輪子去踢球 那其實是不是有點像花式的成分 在裡面呢 都有很大程度上 我想但又不同 我們同一個叫做 同一個系列裡面 室內單車系列裡面 就有分花式和我們 花式就算是一個比較文靜一點 你當作單車上跳舞 或者藝術大小 一個表現多一點 是的 我們就是一個比較 經濟性多一點 對 經濟性 又會接觸 身體接觸碰撞 各方面 變成很多牽涉我們 就是跳方面 在單車上 可能你停定之後 又要跳頭輪 跳尾 那些動作 其實都很高難度 你們經常都可能抽起輪子 其實對於體能 或者肌肉的力量 都有一定的需求 其實小朋友 通常是多少歲才可以 開始玩到這個玩法 如果是在德國 他們大概五歲就開始玩 五歲就開始玩 有些大概十二寸的單車 因為他們小時候開始學 他們的車感是非常好的 可能他們五歲到十五歲 這個輪子 十五歲已經是 等於我們香港的成人 那麼厲害 因為他們的數字 協調和能力很高 你五歲開始去做訓練 可能我們十五歲 最早十三歲 我們去踏的時候 已經是差了一段 江Sir,Kenny說起 就是說 德國的單車 花式單車 以及室內單車 在世界的水平來說是超高的 對 你覺得原因在哪裡 就是因為他們的人數多 第一 參與的人數多 還有他們是有自己一個球會 就是單車球有一個球 還有他們不會浪費很多時間 可能去我們要設 我們可能要用半個小時 去設一個場 出來 我們每次的訓練時數 只有兩個小時 正常 港隊訓練就逢星期六 我們就有三個小時 那你想想 設長的時候 可能用了你半個小時 那麼歐洲隊就是 我已經有一個預備好的場地去 即是說現在在看文署核下的場地 沒有一個標準的單車足球的場 沒有的 我們是在… 即是招航曼測 即是預約籃球場 對 然後去設定你們的場地 對 甚至乎那些線 我們都是用奏文膠紙貼 每一次… 每一次嗎 有時就未必全貼足 但也做一些標記 我們在這裡的角落 那邊的界 那麼淒涼 那也有多少準備功夫 你每一次練習之前 除了準備功夫之外 完結之後又要插座 要準備更加 更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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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的訓練場館 通常你們在哪裡 有沒有固定 現在算是有固定 因為其實我們去過很多不同的場館 但是因為我們一去完之後 他們發覺我們會跌倒一輛車 然後那輛車又可能整爛了 然後整花了地下 對 變了很多場館其實都拒絕了我們 不讓我們預約 那現在剩下的 通常都是要是柴灣運動場 要是東啟德運動場 要是青衣運動場 這樣 是… 即是單車球為你入黑名單 是… OK 我想知道剛才你有提到 你說德國他們已經有自己的… 好像一個球會這樣 但是他們會不會已經有聯賽 所以令到水平這麼高呢 他們有 他們可能分了 列一列二列三 即是他們這樣打上去 即是譬如你… 第二列的 你可能是第二列的第一 和德國的第一列 最後的打 互級 即是好像足球那樣的互級 有升降劑 即是升降劑 他們會去訓練大約十個 有四、五隊 我明白 Junior方面 Kenny也有教育 有兩、三隊的教育 另外有一些學校也有舉辦過 是… 是…是… 是否也會有一些聯賽 即是你們… 我們Official 即是香港每年有五次聯賽 還有一次就是香港錦標賽 那一次如果贏了 就叫香港冠軍的戰衣 是… 即是跟公路 即是跟公路一樣 對… 所以香港大概六次比賽 是… 那些戰衣 好像今天兩位都很省鏡 穿了彩虹戰衣上來 也可以介紹一下 這件就是剛剛在八月 在香港舉辦了兩個賽事 連續兩天的賽事 一天就是香港公開賽 就邀請了世界各地的隊伍來 就以個人名義去參加 有德國隊來了 有日本隊 有馬來西亞 有泰國隊 全部都很強 然後第二天就馬上打了亞洲賽 這一件就是那天我們很幸運 那天以全勝的姿態 就贏了日本和馬拉 就拿了亞洲冠軍 這件就是亞洲冠軍的一件戰衣 是… 我看到這件也是他們室內單車賽的彩虹戰 很厲害 看到他們也贏了一些比較強的國家 日本 看到其實單車這個運動 除了大家所認識的公路單車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花式賽 甚至乎是室內的單車賽 希望其實觀眾也透過我們的嘉賓介紹 了解多點這個運動其實是怎樣運作 以及怎樣欣賞這個運動的賽事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跟兩位嘉賓聊天 繼續回到港台體壇一二三 有我Lily、崇哥和我們今天兩位嘉賓 中國香港單車球運動員陳家健和何永泰 剛才兩位也提到簡單介紹了 單車球是一個甚麼運動 怎樣玩 但我想知道 因為你們始終都是一個 有些碰撞性競爭的運動 怎樣為止犯規呢 會否刻意踢別人的單車 或者會否有些手肘的動作 我想最主要 一個你們能夠認知到的一個犯規就是 就是你下了場之後 你出了場之後 你的腳是不能碰地的 你一碰地 我們就要回到自己的底線 你才可以再碰球 甚至乎你下了地之後 你再阻礙人 各方面都是犯規的 這是一個最簡單易明的一個契律 即是說在一場球 一個回合是七分鐘 你的腳也一定要放在腳踏上 大家可能覺得很簡單 踩單車的腳當然是放在腳踏上 但不要忘記它們在玩單車的足球 我們可以看看它的單車 是很特別的 我看到它的手柄 跟平時的單車很不一樣 為甚麼會這樣設計 因為那個設計就是方便你射球 因為頭部可以360度這樣轉 還有我們的單車是沒有鎖的 即是它是一個平衡器 腳撒停 你的背後就是停了 是… 那就方便我們轉向 還有你們的齒輪比也比較小 在前面那個 是否方便那個靈活性 靈活性 還有我們的單車鏈很粗 不是一般的單車 是…原因是在哪裏呢 即是用那麼粗 因為殺那個制動能力的時候 它的力量比較大 明白明白 我們不停前後前後不停殺 你幻想一下一個牆 其實不是很大 對 還要融立四架單車 其實很小 在這裡衝來衝去 五個籃球場四架單車 那你變成是不停地要衝要殺 要衝要殺 要轉要轉 是… 我們拿這些鏈去普通單車店 有人問我… 很容易斷 他問我是不是電單車 是… 是… 明白… 我們說完單車 我也想你們兩位介紹一下波 因為我看到波很特別 我剛才有摸過 好像是布 而且也很重的 是… 有些重量的 有殺傷力 這個波其實它的重量大概500克 也相當地重 而且我們射的時候 其實會飛一些高的波 真的會射中頭 可以飛到頭 是… 而且它是一個實心的波 裡面充滿著一些馬尾毛 甚至有些纖維積出來的 這樣變成整個實性 這樣變成… 因為最主要的 為何要做到這麼實性 就是不會像足球一樣彈來彈去 如果我們像足球一樣彈去彈去 那你一撞下去 就已經飛了出去 是… 這樣變成下過自己彈去 是… 這樣 這個足球有點特別 很多簽名 這個足球我們很幸運 上次我們去比賽的時候 看到世界冠軍 他們的家族現在正在做單車 而且他們會做單車球 是… 我們就跟他們聊天 他們就說 我們送單車球給你 我們就說 當然馬上跟他們拿來簽名 就叫他們在上面簽名 他們就… 兒子和爸爸一起簽名 是… 和兩個世界冠軍的名字 這個就是他爸爸的簽名 就是… 德文尼就是送給香港陣級 是… 即是連單車球和單車 都是一些特別的單車廠去製造的 是… 即是… 所有那些車都是手機的 有些位置 是… 會不會說這種單車 在香港都很難找到 要從外國訂回來呢 基本上在香港就找不到 你就算自己組裝 也組裝不到 是… 即是… 那就要特別訂造 是… 特別訂造 一定要在… 即是歐洲訂造 曾經… 因為很多年前 我們有個舊的… 即是很久的隊員 他以前有玩 他曾經試過在國內的廠 試過做過 但應該是踩了兩次 整輛車就散了 即是不夠硬 是… 因為可能都始終牽涉到 我覺得一些技術的問題 是… 即是你踩是沒有問題 但你一碰撞一打球 你會發現可能 這些位置爬了 整輛這樣掉了 所以要很硬 即是他要很硬 但駕單車重不重呢? 是… 如果相對… 阿重哥就比較知道 如果你說公路賽那些 就很輕 是… 但我們這些都差不多… 我猜都18KG 是… 18KG 我們那些6.8KG 那些公路單車 是… 因為公路單車主要快 最重要是快 所以他一定要很輕 但這些他們又要硬 又要靈活 但我們這些人算… 叫做… 輕一點 輕一點 但我們就未到頂級版 但你看到我們那條駛 這兩個我們都是碳纖駛駛 是… 因為現在最新的那隻 那隻手把是有碳纖駛的頭 是… 那… 我們這部車就… 即是中價價錢 可能四萬元左右 四萬元 中價也四萬元 但如果你換到一個Carbon的頭 就可能要五買 只是頭也很貴 我剛才想問單車的價錢 其實我也想問 因為我知道如果入門去玩的話 你說這個中價四萬元 那入門級要多少錢 一萬多兩萬元 是… 即是那些是二手的單車 你買一些可能是初學者 就不需要用到那些… 比賽級那麼漂亮的單車 即是比賽級那麼漂亮的單車 Lily 你有時候不要怪我們的單車友 因為我們的單車友 有時候坐下來就會曬空 我那部單車十幾萬 換了些甚麼 就是這樣說 貴過你的車 真的貴過我的車 對… 但以我了解 因為兩位其實就是對單車球 非常熱愛 就是為了這個比賽 出去參加比賽 有時候都要一致費 一些費用 是的… 我們現在… 接下來都會有兩次比賽 十月份 我們先會… 十月中會去世界杯 一個在瑞士的一個比賽 跟著十月尾會去世界賽 世錦賽 就會在德國 是… 現在的制度下 其實我們都會是… 一個預算給我們去賺助我們去比賽 但是我們… 如果我們計算出來的數目是超過這個預算的 就全部要… 對自己自費 對自己自費 就是運動員自費 那你這次去踩單車球的世界杯 就去瑞士 那有沒有隨團官員… 即是… 教練 教練 因為一來就牽涉費用 一來又牽涉他們的時間 所以最終只有我們兩個自己去 你們的比賽 教練有沒有 領隊有沒有 全部你們自己去做 還是你們自己就是自己的教練 我想知道 是… 即是你們去到… 有教練 去到比賽報道 也是自己去做 是的… 住宿、機票安排是怎樣的 那些車會 香港單車總會都會幫忙 是… 但因為這次牽涉 他們都跟我們溝通 就說 其實現在瑞士很貴 房錢 一個人一晚也要二千元 哇… 所以你自己分享嗎 差不多四、五晚 那是一萬多兩萬元 但最後我們為了省錢 Kenny又有朋友認識到工 我們就去了一些隊友那裡住 即是站住 即是省省一點 即是認識人 真的認識人 人間有情 我想知道你們兩位 其實是… 做了拍檔多久 因為你們都一起去比賽 那是否最初已經是這個組合 那不是的 因為我玩得比較久 其實他也玩得很久 我便由1993年開始玩 數回現在的話 應該是三十幾年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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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 你九幾年都有玩 二千年的時候 但中間斷了 就去了讀書 就是出獎 然後他就在14年回來香港 然後到19年 剛剛疫情之前 我們才決定合作 即是再合作 接著就不幸了 疫情 就停了比賽 大家在香港比賽 外面比賽都停了 都停了 到21年的時候 21年我們第一次去比賽 還要給賽回來 要困住14天 哦 那些很辛苦 很記得在富豪酒店那時 旁邊 我們每天都沒有工作 就是拆單車再安裝 又拆單車再安裝 是的 是的 那你們平時 就要大家一起訓練 是的 哦 那又要大家遷就 是的 所以我們就是每個星期三 和星期六 我們就固定有些訓練 港隊訓練就是星期六 每個星期六 都有三個小時 時間 就給港隊訓練 是 那星期三就是 單車輪會 那些單車球星章班 那些 我們都會參加 因為其實我們練習的時間有限 不只外國隊 所以可能是 我每天自己回去開場 可以練 是 但是我們一定是跟回 康文署的時間 我們是長地的時間 是 是 其實都在訓練上的方面 都有多少限制 是 相對地是 不過 因為香港地方少 所以 場地也是一個問題 是 看到你們今天 其實都帶了一些獎牌 還有一隻公仔 還有一些 是否證書 不如跟我們的觀眾 分享下是甚麼 是 這個就是 公開賽 亞洲錦標賽 對 這個就是 香港公開賽 香港Open的金牌 是 那次就是8月10日 然後第二天就是 亞洲賽 對我們來說比較有意義 那就是亞洲賽的金牌 就是拿到亞洲 好開心 連續兩天拿金牌 是 是 另外那兩張就是證書 另外那張就是 就是兩張證書 就是這個比賽的證書 對 比賽的證書 一張就是 就是UCI的那個 這個就是Hong Kong Open的證書 明白 另外這張就是 亞洲錦標賽 亞洲錦標賽 就是它多了ACC的 是 ACC就是亞洲錦標賽 亞洲錦標賽 對 車會給我們那些吉祥物 對 就是我們頒獎的人 很有特色 對 有特色 今年是農年 對 原來是農年 對 你們倆由19年開始 就夾了這個組合 去比賽 有沒有說哪一場比賽 是很難忘 或者覺得很深刻 如果較為深刻 就是COVID之後那一年 因為那次去世界賽 是大家抱著 其實去比賽時間很短 其實比賽時間可能是 準備的時間也很短 去到兩天就比賽 比賽三天就找人 這樣五天 但是反而後面 就變了十四天 還要在酒店 但是去到比賽 大家剛剛COVID完 大家的運動員看到 大家有很多交流 因為其實這個圈 也不是很大 在世界上 也不算是很多人玩的 運動 變了在那一段時間 大家一段問候 究竟怎樣 不關心 你怎樣 可以嗎 香港怎樣 就是問一下我們怎樣 大家都問一下 就是問一下比賽 但是我們覺得很感動的是 就是 他見到 亞洲隊很少去 他見到亞洲隊很開心 就是我們看 全場有人拍手 就是很歡迎你們 對 因為他們知道 即是他們連我們出場的時候 他們也有預告說 他們因為COVID之後來 他們來是很辛苦的 因為他們回去還要隔離 要隔離 十四 很感動 然後那些人就說 為了比賽經驗 回去隔離十四 對 如果聽兩位這樣說 以我的了解 你們其實也有一個正職 然後玩單車 其實也是一個外號 一個嚴重 對 即是一些在香港很典型的 運動員的例子 很厲害 堅持了三十多年 對 就是一些很厲害 就是日後帶驅惑去找食 然後去訓練 可能是有大靈魂的 然後就是靈魂在單車裡 我其實是感受到你們這種感覺 對單車球的熱愛 真的一點也不容易 和大家分享 你也是單車人 你都很明白我們的審訊 對 其實你看到香港 玩單車球的成績 都不錯 也挺好 但為甚麼可能 始終未普及 你覺得是甚麼原因 是呢 第一 認識 認知方面 因為從很多人去溝通單車球 第一 甚至乎有人以為 甚麼來的 甚至乎有人以為 我在玩兩個項目 因為我用單車踢球 我以為是玩單車球 或者是重高 去踢高路 然後自己又踢球 我不是 我是在玩一個項目 然後又解釋一輪 究竟我的項目是在玩甚麼 首先在認知方面 不是那麼多人去知道這個項目 第二方面 這個項目 我自己覺得門檻比較高 包括器材、場地和技術 因為你踢球 我經常都覺得 踢球 你起碼跑你會懂 你起碼走前走後 你一定會懂 那些正常 但是單車 第一件事 你要先控制單車 對 門檻真的很認同 因為你懂得踢單車 不代表玩到單車球 沒錯 我只會踢單車 你要懂得定住單車 因為你學企都已經是 你們去學校 推廣單車球的困難 相對比較大 相對比較大 一來器材 他們會關心 就算你來搞 那是否你提供了器材 第二個場地 有時候 香港的禮堂 也未必適合用 雖然地上可以 但是我們會射球 有接受投訴 一射球 玻璃就爆 又擔心玻璃 變成可能 轉了 要在外面 雨天操場 雨天操場 或者石屎地 會有這些限制 但小朋友在石屎地 剛剛初學 其實也有機會會跌倒 是呀 這些是家長比較擔心 會擔心一點 學校也會擔心 特別小孩 所以室內地會好一點 但外河 你知道外面的場地 真的很困難 真的很困難 除了你說 單車球 還有一些羽毛球 籃球 沒錯 輪資牌 他們也會先陷 對 對 聽完你說話 還要考慮一個維修費 單車維修費 無論是單車或地板 都需要維修保養 如果你們這樣說 你覺得長遠來講 怎樣可以令運動 多些人接觸得到 或者推廣得好一點 第一樣 我覺得先提高認知 我們都很想在多些市民面前 去表演到單車球 或者令他們看到 我們都很想在香港 其實可不可以搞多些比賽 例如最近的亞洲賽 或者Honkopen 其實都會有一些觀眾來到 或者我們都會帶一些朋友來 你們看看我們 鼓勵一下我們 各方面 變成令到多些人去知道 有這件事 還有另一個要大家改觀的 可能是一個運動 因為這個運動 你如果來看 你會覺得很大力 你們又撞 那就很大個才玩 但其實外國他們可能很小時候 四個已經開始玩了 其實不一定要大個 到他有力的時候 有技術便更完美 沒錯,我相信各位觀眾 都跟我們一樣 今天認識多了很多 關於單車球這個運動 希望將來更多機會 見到兩位的表演和比賽 我們現在先去看壇大數據 歡迎來到看壇大數據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 我是鱸鱸 我是何正光 鱸鎮師傅 是 你認為哪種運動 是最最最最最考驗人的呢 你這個問題 是體育題還是哲學題 我想應該是新物題 即是有考體能、耐力、意志、技術 好像六邊形戰士一樣 那就是馬拉松 還要是極地馬拉松 即是要跑沙漠、跑冰川 跑幾天幾夜的極地馬拉松 的確是最考驗人的 就以摩洛哥薩哈拉沙漠 那個馬拉松為例 講一些數字給你聽 我相信你都嚇了一驚 賽道全場距離有250公里 通常是分為六天跑完 參賽者還要自帶食物和裝備 大會只是提供水源和醫療支援 連跑六天 真是好考參加者的意志和體能 讓我算一下 即是平均每天跑80公里 那又不定得 因為大會有規定的 第一天是短距離的熱身 大約跑十公里 而第二天至到第五天 每一天的距離會逐漸增加 由20公里至80公里之間 具體距離是會根據地形和天氣而定的 第六天 即是最後一天的賽程 通常就是全程馬拉松的距離 42.195公里 撒哈拉沙漠的馬拉松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 長距離賽事 被譽為世界上最艱難的馬拉松之一 賽事的環境在高溫方面 可以有攝氏50度和低濕度條件之下進行 參加者是要面對惡劣氣候 還有日溫差 又要不停跑 一點都不容易 每年只有大約一千個 去到二千個參加者 可想而知 不是每個人都敢接受到這個挑戰 有沒有短一點的極地馬拉松呢 有 也有一個香港運動員參加過的 他就是北極馬拉松 當時是有陳家豪和姚潔晶兩夫妻 紀家文和視障跑手梁小偉 他們曾經在2017和2018年 分別參加北極馬拉松 他在2018年 當時他們是以7小時17分09秒 排名第18 是跑完這個賽事 當時紀家文就說 這一切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是用汗水、冰水和淚水換回來的 他覺得人生是沒有幾次機會 跑這項比賽 就算多辛苦 都要堅持跑下去 很冷 未開跑都難頂 似乎有自己虐待自己的感覺 北極圈馬拉松 被稱為世界上最冷的馬拉松 可以叫我男朋友去跑 你不是只想虐待你的男朋友嗎 當然不是 我是希望他感受一下 什麼是汗水、冰水和淚水 人才會成長 你說是不是 是 謝謝 謝謝劉正和六六 崇哥 剛剛聽完嘉賓分享單車球的運動 我突然覺得我們本來玩的運動很幸運 因為我們都是玩一些大行 你玩單車、我玩田徑 本來已經是很多資源或很多人認識 但原來可能一些比較少人玩的運動 真的未必有那麼多機會和資源 是的 除此之外 就是場地的安排 其實這些對於每一個單行運動的發展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希望有關人士幫幫忙 實際上有很多 香港很熱愛的 我們所謂的比較冷漫的運動項目 其實他們在國際賽上的成績 都是得非常好 其實是的 好像剛剛聽他們提到 連練習的場地 可能因為室內場 始終不是為他們玩單車球 但是可能場地的職員 怕他們弄花地板 可能將他們列入黑名單 不會預訂場給他們 其實都很頭痛 連場地都找不到 是 這件事我又覺得有一點說不通 因為每一個運動項目 都有機會對於場地會有損耗 就算你說室內的單車賽事 其實有時他們都會弄壞地板 有時炒車的時候 都要即時做一些修補 因為他們不是故意弄壞 只是運動項目 是有這方面的需要 希望大家有關當局 大家都體諒體諒 支持一下他們 沒錯 希望大家未必參與這個運動 但是有比賽的時候 都可能可以去現場支持 和欣賞一下比賽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周本市場 跟我們下次再往前看 成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